嗨,大家好,我是钟立来 欢迎大家来到结构耐震设计评估补墙的系列简报 那我们在做这个建筑物的耐震设计的时候啊 那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呢,是一个重要的参数这样 然后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呢,有两个来源 然后呢,一个来源的话是从这个结构的动力分析而来的 所以它的特征分析,我们就可以找到动力分析的基本震动周期 那另外一个来源的话,是我们的规范有提供一个经验公式 那那边的话,我们也能够啊,找到这个基本震动周期这样 那这两个呢,要做个比较 然后呢,我们才最后得出来做这个设计用的那个基本震动周期这样 那如果是一个单一的结构系统 那这个规范里面呢,有提供经验公式这样 那如果是复合式的结构系统的话 那规范啊,并没有啊,提供这个经验公式这样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复合式的结构系统 我们要怎么来设定这个基本震动周期的经验公式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这样 那这边是二的话,那就是说我们之前呢,有做过这个相关的研究这样 那这个研究做出来之后呢,也拍成这个教学的影片 然后呢,得到一些工程师的回馈 那在这边呢,我们就发现说,原来的那个方法有点不足之处 那我们在这边呢,做了一些修正 所以我们这边有这个二这样子 好,那我们从这个建筑屋这个耐震设计规范里面呢 这个二至三式啊,那我们就得到说这个设计地震力这个公式这样子 那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参数 一个是SAD,然后另外一个是FU这样子 那这个SAD呢,就是我们的设计普加速度系数这样子 然后这个设计普加速度系数呢,会这个随着这个周期的延长啊 然后呢,这个普加速度啊,会降低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参数呢,就是我们的地震力折减系数 然后这个折减系数呢,是因为啊,这个结构具有韧性而折减这样 然后这个FU呢,是随着周期的延长啊,而这个增加这样 那我们看说这个SAD呢,是随着周期的延长而降低的 然后FU呢,是在分母,它是随着这个周期的延长而增加这样子 然后呢,一减一加,然后呢,这个V就会变得更小这样 那说说,我们大概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 那这个周期越长,那我们这个设计地震力啊,就会越低这样子 那说说这个周期啊,就变成是非常重要这样 那说说,如果我们高估了结构的周期 那我们就会低估了这个地震力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规范里面的2.6节啊 这个有做一个,这个对这个周期啊,做一个这个上限这样子 那说说,我们动力分析出来的周期T-Dynamic 那要跟了1.4倍周期的经验公司所得到的基本阵容周期啊 做个比较这样,然后两个取笑的这样 那就是说,动力分析呢,没有办法这个,这个随意啊 让它这个周期越长,这个它有个,有个上限 然后那个这个上限啊,就是1.4倍啊 这个规范所得出来的经验公司 所计算出来的那个基本阵容周期这样子 好,那如果是这个结构是一个单一的那个结构系统 那我们的公司大概是这样子 那就是T-Code等于A乘上H的四分之三次方这样 那这个H呢,就是这个结构啊,这个建筑物啊 从这个G面到屋顶啊,它的那个高度这样 那这个A呢,有三个系数 0.085,0.07,还有0.05这样子 然后呢,它是取决于哪种构造 它是不是钢筋混凝土啊,它是不是钢构啊这样 还有说说,它是一个抗弯剧的构架 还是它是个二元系统 有这个简利墙,有这个邪称等等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从这个规范里面啊,就找到这个系数A这样 那有了这个系数A,那也有建筑物的高度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啊,这个规范给我们的经验公司 所得到的基本阵容周期 那么我们对这个基本阵容周期啊,就能够设计一个上限 那就是1.4倍的这个经验公司所算出来的 估算的那个基本阵容周期这样子 好,那如果是单一的那个结构系统的话 我们的规范是有经验公司给我们的 那但是如果是个复合式的结构系统 那就是说这个低的楼层就是这个群楼 跟高的楼层这个塔楼 它有这个不同的那个结构系统 那不同的结构系统呢,就能够就需要采用不同的那个系数 究竟是0.85啊,0.07啊,还是0.05 就是0.085,0.07,还是0.05这样子 好,那这个建筑物的总高度的话 就从基面到屋顶层呢,就是HU加上这个HL 那HU呢,就是上半部的 或者说这个塔楼的高度 HL呢,就是下半部的 或者说群楼的高度这样子 那建筑物的全部的进载重呢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改变成质量 那质量跟重量的那个差别呢 只差了一个这个重力的那个加速度这样子 那这个M就等于MU加上ML MU呢,就是上半部的 就是这个建筑物上半的那个重量这样 ML呢,就是下半的那个重量这样 那MU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塔楼 ML呢,是把它看成是群楼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建筑物呢 是个复合式的结构系统 它并不是个单一的那个结构系统 那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耐生设计呢 需要这个经验公司 所计算出来的那个基本整容周期 或者说我们叫它经验基本整容周期 那个是要跟那个动力的周期啊 做个比较,比较 然后呢,我们能够有一个 给它一个上限这样子 那现在呢,这个是个问号 那我们的规范里面 对于这个复合式的结构系统啊 并没有提供这样一个经验公司 那我们这个主题呢 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看说能不能找到一个方法 能够算出来说 这个复合式结构系统的 这个规范的经验 基本整容周期 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呢 是分成两个结构系统 这个上半部跟下半部 有不同的这个结构系统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整个结构 都用这个同样的系统 就用高楼层的 或是塔楼的系统 那我们就很好处理了 那这个经验公司 我们叫TUU 就等于AU啊 这个H的四分之三次方 这样 那这H呢 就是HU加上HL 就是整个结构的那个总高度 这样 那AU呢 就看说这个塔楼的那个结构系统 是0.085啊 0.07 还是0.05 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个TUU了 这样 好,那如果我们整个结构啊 整个建筑结构 就是采取单一个结构系统 那就是采用啊 这个群楼的那个结构系统 那么我们也可以按照规范啊 算出啊 它的那个经验的基本质量收集 这样 那就是TL L 就等于AL 乘上H的四分之三次方 这样 那这个AL呢 就取决于这个群楼的那个结构系统 它可能是0.085 0.07 或0.05 这样子 那现在的话 它不是一个单一个结构系统 有一部分 是这个塔楼的系统 那有一部分呢 是这个群楼的那个系统 那我们这个 我们也知道啊 这个经验公司得出来的 那个基本质量周期呢 应该是介于啊 这个TUU跟这个TLL之间 这样子 那我们就啊 这个 用一个加权平均的方法 所以说我们这个复合式结构系统的 经验基本质量周期啊 T-Coast 都等于αU乘上TUU 加上αL乘上TLL这样 那就是说 现在把这个问题啊 就进一步简化 原来呢 我们的问题说 我们怎么样的这个 找到复合式结构系统的一个经验 基本质量周期的公式 那现在的话就把它简化 我们只要找到这两个权重就好了 然后呢 一个是αU 一个是αL这样 然后再来呢 这个αU跟αL啊 要等于1这样子 那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单一的系统 那都是全部采用啊 这个塔楼的那个结构系统 那这个αU呢 就会等于1了 这个αL呢 就会等于0了这样 那如果说 全部都采用全楼的那个结构系统 那么这个αU呢 就等于0了 αL呢 就等于1这样 那就回到啊 这个单一的那个结构系统啊 那个经验公司这样子 好 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呢 怎么去找到这个αU 跟这个αL这样子 好 那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整个复合式的结构系统啊 变成这个 两个单自由度的这个结构系统啊 然后把它叠加起来这样啊 然后呢 我们先看群龙 我们把群龙呢 视为一个单自由度结构的系统 那它有它楼高 那又有它的质量 那这个质量呢 就是这个整个质量的beta倍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beta呢 会小一这样子 然后因为呢 它这个塔楼呢 它是一个这个单一的结构系统 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 我们的规范呢 就可以找到经验的基本震动周期了 那说TU呢 就等于AU乘成HU的四分之三次方这样 那这个HU呢 就是高楼层的和塔楼的那个高度这样 那AU呢 那就是看着这个塔楼啊 还有这个高楼层的结构系统是怎么样 我们按照规范呢 就可以找到AU了这样 好那我们有了这个基本震动周期 也有它的质量 那我们把这个质量啊 乘上这个频率的频方 那我们就得到进度了 那频率呢 就等于2π 除上这个周期呀 那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单自无度的结构系统把它建立起来 因为我们有了质量 有了进度 就能够把它的运动方程式啊 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好 那我们用同样同样的方法来看这个群楼这样子 那这个HL呢 就是这个群楼的那个高度这样子 然后呢 它的质量呢 就是一减去β乘上m这样 ml呢 就等于一减去β乘上m这样 那我们就发现说 MU加上ML呢 就等于这个大的m了这样子 那当然 HU加上HL呢 就等于H 就整个这个建筑结构的那个高度这样 好 那因为呢 这个群楼它是个单一的结构系统 那我们从这个规范里面呢 也能够找到它的那个经验公司的基本这种周期这样 那说TL呢 等于AL乘上HL的那个四分之三次方这样 那我们有了质量 有了周期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进度了 那这个KL呢 就等于这个ML乘上Omega的平方 那Omega就是它的频率 就等于2π除上TL的平方这样子 那说说我们呢 就能够把这两个单字五度的结构系统啊 这个把它建立起来这样子 那说说我们的高楼层塔楼 视为一个单字五度 然后呢 我们的群楼也是为一个单字五度这样子 那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复合式的结构系统呢 把它变成两个自由度的结构系统这样子 然后这个ML呢 就是这个低楼层的 或者说这个群楼的质量这样子 那这个MU呢 就是高楼层 或者说是塔楼的那个质量这样子 那我们有的MU跟ML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质量矩阵呢 组起来这样 那MU呢 就等于Beta乘上M 那ML呢 就等于一减去Beta乘上M这样 那我们有的这个KU跟这个KL 那我们也能够把这个两个自由度的结构系统的 进度矩阵建立起来了 那这边是KU-KU-KU 那KU呢 就等于MU乘上2π 除上TU的平方这样 然后呢 这边的KL呢 KL就等于ML乘上2π 除上TL的那个平方这样 那我们有了这个质量矩阵 有了进度矩阵 那我们就可以做特征分析了 那因为呢 它是一个两个自由度的那个结构系统 那我们这个特征分析出来之后呢 就有两个特征值 两个特征向量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这个特征向量的话 它有两个分量 每个特征向量有两个分量 上面这个分量就是高楼层的 或者说塔楼的分量 下面这个分量就是低楼层 或者说群楼的那个分量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有了特征向量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啊 这个每一个正模的等效质量比 那这个等效质量比呢 就是alpha i 那因为这边呢 是两个制度的那个结构系统 所以这个i呢 是等于1 还有2 或2这样子 那我们看这个alpha i 跟什么有关系呢 一个跟它的质量有关系 质量矩阵有关系 那这个1啊 这个向量呢 就是说它两个分量啊 都是1这样子 然后呢 还有呢 跟它的阵型有关系 就是有两个阵型 这个phi1跟这个phi2这样子 然后呢 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分母啊 就有mu加上ml 那这个mu加上ml呢 就是整个m 这个m这样 那如果我们去了这项的话 那这个 这个部分啊 这个部分 就是啊 这个正模的那个质量 正模的质量 除上全部的质量啊 它就变成是个质量的比 啊 质量的比这样 那一样啊 这个alpha1 alpha2呢 它一定小1的啊 不可能有任何一个 一个正模啊 能够占到百分之百的那个质量这样 然后再来alpha1加alpha2呢 因为这个是个两个自由度的那个结构 然后它加种起来呢 刚好等于1这样 然后这个公式的推导 那这边呢 有一个影片 教学的影片 然后这边有个连结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连接这个影片啊 就可以知道说 哎 怎么去找这个等效的正模质量 找到这个等效正模质量 这样 除上全部的质量 那全部质量呢 就是mu 就是高楼层的质量 加上ml 这低楼层的那个质量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等效正模质量比 alpha1跟alpha2这样子 那这个alpha1 alpha2呢 我们有两个 两个那个特征向量啊 特征向量啊 那我们就检视一下这两个特征向量 那有一个特征向量的话 它这个高楼层的分量是比较大的 那有一个特征向量呢 它的低楼层的分量比较大的 假设说这个alpha1 对应的phi1 它的高楼层的那个分量比较大 那我们就把这个alpha1啊 这个把它设定为这个alphau 设定为alphau这样 那这个alphau呢 就是我们最后啊 这个经验的基本阵容周期啊 对高楼层的那个权重这样 好那在这两个分量里面呢 一定有个分量 在这两个特征向量里面呢 一定有一个特征向量 它的那个低楼层的分量是比较大的 假设是这个phi2 那我们这个alpha2呢 就把它设定为啊 这个低楼层的啊 这边是低楼层的 那个主要的阵模 然后呢这个alpha2呢 就设定为啊 这个低楼层的 它的那个分 那个权重 这个alphaL这样 那有了这个alphau 有了这个alphaL 那我们用加权平均 平均这样 把这个TUU 用alphau来做加权 TLL用alphaL来做加权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复合式的结构系统啊 的那个基本阵容周期 然后呢 这个都完全是按照规范 所得出来的经验公司 那我们在做结构设计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啊 跟这个动力周期来做比较 然后呢 它的1.4倍呢 就是动力周期的一个上限 这样子 好 那这边有个案例 那这边有个案例 那我们呢 有看到这个高楼层的塔楼 一个结构系统 然后低楼层呢 一个结构系统这样子 然后总共的楼高呢 90公尺这样子 然后呢 地上有25层 然后1楼到2楼呢 就是个群楼 然后呢 它的高度呢 是这个12公尺这样 3楼到这个25楼呢 就是塔楼 然后呢 它的高度呢 是78公尺这样子 然后呢 加总起来 78加12呢 就是整体的那个结构的 那个楼高这样子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有高楼层 塔楼的那个高度啊 塔楼的高度 那我们就可以按照啊 这个规范啊 规范啊 那规范呢 因为这个塔楼的那个结构系统 那我们查规范之后呢 这个系数 就是0.07这样子 那0.07乘上78 78呢 是高楼层塔楼的高度 这四分之三次发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TU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把塔楼啊 视为一个独立的结构的话 那它的周期是这样子 好 同样的这个低楼层 群楼 那如果我们把它视为独立的结构的话 然后呢 因为它也是个单一的那个结构系统 然后呢 它查这个规范的时候呢 它的系数啊 就是0.05这样 那我们把0.05乘上12 就是啊 这个群楼的高度的四分之三次发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如果我们把这个群楼 视为一个单一的那个结构系统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周期TL 这样子 好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整栋 都变成一个单一的结构系统 而且我们取这个塔楼的结构系统 作为整栋的那个结构系统 那我们也是按照这个规范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TUU这样 那因为塔楼的那个结构系统呢 查这个规范 它的系数是0.070 0.070这样 那乘上H 那现在这个H呢 就是90公尺 因为是整个那个结构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TUU这个周期 好 那另外一方面 如果说我们把整栋 视为单一的结构系统 但是我们取这个低楼层的系统 作为整个结构的那个结构系统 那我们也是可以从规范 得到这个TLL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群楼啊 它的结构系统呢 我们知道这个系数是0.05 这边系数是0.05这样 那因为现在呢 是整个结构 所以它的H呢 就是90公尺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TLL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这个把整个结构啊 视为一个单一的这个结构系统 那如果说它变成是个 复合式的结构系统 它事实上是个复合式的结构系统 那我们这个复合式的结构系统啊 这个从规范所衍生出来的 这个经验公式的基本正通周期啊 这个T呢 应该要介于1.4610 跟这个2.045次之间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范例1啊 范例1 然后那个高楼层的质量呢 就是整个质量 整个结构的质量的三分之二 低楼层的质量呢 是整个结构的三分之一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质量矩阵啊 把它建立起来了 好 那因为我们有这个TU 有这个TL 那我们也能够把这个进度矩阵 建立起来 那有了质量矩阵 有了进度矩阵 那我们就可以做特征分析这样 那做特征分析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特征向量 PHY1跟PHY2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这个PHY1 这个高楼层的分量呢 是相对大很多的 那我们再看PHY2 低楼层的分量啊 大很多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ALPHY1啊 就设定为给这个高楼层 因为高楼层的分量比较大 这个ALPHY2啊 设定为这个低楼层 因为啊低楼层的分量比较大 那所以说我们就有ALPHYU跟这个ALPHYL这样子 那有了这个ALPHYU 有了这个ALPHYL ALPHYU呢 就作为啊这个TUU的一个加权 ALPHYL呢 就作为TLL的加权这样 那TUU跟这个TLL呢 我们在上一个头影片已经计算出来这样子 那我们经过加权平均之后呢 那我们就得到1.8735秒这样子 那在这边呢 我们稍稍看一下 这个TCODE啊 是比较接近这个TUU的 那原因是很简单 因为呢 这个高楼层的重量比较大 这个塔楼的重量比较大 是三分之二 这个整体的那个重量这样 所以 它的ALPHYL也比较大 那这个 经过加权平均之后啊 这个复合系结构系统的 基本振动周期的经验值啊 就会比较偏 偏向于啊 这个TUU这样 那得出来的结果呢 是1.8735秒 比较接近啊 这个TUU2.0454秒这样子 好 那跟着我们来看这个范例二 范例二呢 我们就把这个MU啊 高楼层的那个质量啊 再加重一点 这相对来讲啊 低楼层的那个质量啊 就低一点这样子 那从这个MU跟ML呢 我们就可以建立这个质量矩增这样子 好 有了这个质量之后呢 我们也有TU 也有这个TL 就是高楼层 如果我们把高楼层 视为一个单一的结构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TU 把低楼层视为单一的结构 我们就可以找到TL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 进度矩阵建立起来 那有了这个质量矩阵 有了这个进度矩阵 我们就可以做特征分析 那特征分析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两个特征向量 那我们来检视下这两个特征向量 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特征向量 然后呢 它的高楼层的分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这个把这个Alpha1啊 就把它设定为这个AlphaU 就是作为啊这个高楼层啊 TUU的那个加权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Phi2啊 Phi2的话是这个低楼层的分量是比较大了 所以我们这个Alpha2呢 就设定为这个AlphaL AlphaL 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TL TLL的加权这样 那我们有了AlphaU 有了AlphaL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AlphaU乘上TUU TUU在之前就算好了 把这个AlphaL乘上TLL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 这个复合系的那个结构系统啊 它的那个 基本震动周期的经验值 就是1.9239这样 那在这边要再说明一下的话 这个Alpha1加上这个Alpha2 大家可以减合一下 它加起来刚好的如意 刚好的如意这样 好那我们这个比较一下 这个Alpha1或这个AlphaU 是0.7920 我们来看前一个是0.7058 那就是说这个范例2 这个AlphaU那是比较大 那原因也是蛮简单 因为范例2呢 这个高楼层的那个质量啊 是0.75倍的整体的质量 范例1的话只有三分之二 0.6667倍的那个整体的那个质量 那因为范例2呢 它这个高楼层的那个质量比较大 所以呢它的AlphaU也比较大 然后呢AlphaU比较大的话 那就说这个整个整个复合式结构系统加全平均之后啊 它比较偏向于这个TUU 那这边是1.923924 它是比较啊 比起上一个更接近了这个TUU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看范例3了 范例3我们就倒过来 就是高楼层的质量变小 只有0.25倍的整体的质量 这个低楼层的质量变大了 0.75倍的那个质量这样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建立这个我们的质量矩阵了 那有了这个质量矩阵 我们也能够建立这个进度矩阵 因为我们有了质量 还有这个TUU 就是把高楼层视为一个单一的结构系统 TL 我们这个把低楼层视为一个单一的那个结构系统 那我们就可以把进度矩阵建立起来这样 那我们有了质量矩阵 有了进度矩阵 我们就可以做特征分析 特征分析呢 我们就得到两个特征向量这样 一样我们来检视一下这两个特征向量这样 那我们看第一个特征向量 高楼层的分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个α1呢 就把它设定为αU 就作为TUU的加权这样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特征向量 这个第二个分量 或者说低楼层的分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把这个α2就设为这个αL 作为这个TLL的那个加权这样 一样我们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到说 这个α1跟这个α2加重起来呢 刚好等于1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们呢 跟前面的范例比较一样 这个α1呢是小于0.5的 前一个范例呢 这个α1是大于0.5的 那原因呢也应该蛮容易的 因为在范例2的时候呢 高楼层高楼层的那个质量啊 高楼层的质量啊 是这个比较大的高于1 2 这个对于这个范例3呢 这个高楼层的质量呢 只有占了1 4 这样子 那说说这个αU呢 相对比较小 那因为这个αU相对比较小 所以啊 这个复合式的结构系统 它出来的那个 基本蒸动周期的经验值啊 是比较接近这个TLL的 那就是说比较接近啊 如果说我们把整个结构啊 都视为啊 这个是低楼层的那个结构系统 得出来的那个 蒸动周期的经验值 那我们从这三个范例啊 这个大家大家都知道说 大概怎么去操作 那我们能够找到这个αU跟αL 那只要找到αU跟αL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公式啊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复合式结构系统的那个 那个 基本蒸动周期啊 那我觉得呢 这个应该也能够延伸到 目前只有两个那个 两个这个不同的系统 结合成复合式结构系统 我想这个三个 这个不同的那个结构系统 结合成一个复合式结构系统 也能够延伸 按照同样的方式啊 能够做得出来的 那如果有问题呢 大家还可以讨论讨论这样子 然后呢 这边有个参考文献 然后呢 第一个参考文献的话 就是我们这篇这个 我们这个简报啊 的最重要的依据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复合式结构系统的 基本蒸动周期 二就是我们经过一些 这个修正改良之后 那这个呢 是发表在这个 祭司报的 第1231期这样 然后第一个的话 也是发表在这个 祭司报的1076期这样子 然后呢 这边有个影片 然后有兴趣的 那个朋友们呢 可以去看看这样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有用到这个 这个等效震膜质量比呀 那等效震膜质量比呢 我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教学影片 那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可以看一下这样 那当然还有包括这个 银线署的 的那个 建筑部耐震设计规范 还有呢 这个我们有一个频道 是专门讲这个 结构耐震设计导论的 那有兴趣呢 各位可以参考参考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个单元呢 就是怎么去解决 这个复合式结构系统 在我们的规范里面呢 没有提供一个 基本震动周期的经验值 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呢 就利用规范 这个对于单一结构系统的 那它有经验值 基本震动周期的经验值 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呢 把这个整个结构 视为一个单一结构系统 而且是采用高楼层的 结构系统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TUU了 那在这个规范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找到AU 这个参数这样 这个系数这样 那再来呢 我们把整个结构 视为一个单一的结构系统 而且是采用低楼层的 那个结构系统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TLL 那就等于AL 那AL呢 我们也可以从规范 只要我们知道它的结构系统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AL 那要么就是0.085 0.070 或0.050这样 那这个H 这个H 就是结构 这个建筑结构啊 的那个 这个总高度 那就从G面 到屋顶的那个高度这样 那有了这两个周呢 我们还要找两个权重 这个αU跟这个αL这样 那这个αU跟αL啊 那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 复合式的结构系统 把它建构为 两个自由度的结构系统 再做特征分析 特征分析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特征向量 特征向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等效的振膜质量比 那有了这个等效振膜质量比呢 我们再检视一下这个特征向量 这个对于高分量的 就是说如果高楼层的分量比较大的 那这个它的那个等效质量比呢 我们就设定为αU 那如果是低楼层 低楼层的那个分量比较大 那我们就设定为这个αL 那这个αU加上αL呢 刚好等于E这样 那就说这个 复合式结构系统 它的那个周期呢 会介于TUU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整个结构 视为单一结构系统 而且是采用高楼层的结构系统 还有TLL 那我们把这个整个结构 视为单一结构系统 而且是采用低楼层的那个结构系统 那我们就能够把这个 复合式的结构系统 运用这个规范所给的那个经验值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一个 复合式结构系统的 基本震动周期的经验值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这个影片呢 也会放在这个频道里面 那也欢迎大家来观看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到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 下期见 拜拜